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节目 我是Amy 现场在我身边的就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教师 Amy好 大家好 教师你真的是神预测啊 真的是越接近关键的时刻 其实投资朋友真的要越需要 提前来卡位来布局 把握好今天的节目 今天重点很多 赶快把时间交给郑老师 好的我想今天这个大家 如果手上的股票应该都相当开心 没错 昨天涨93点 今天又涨了200点 到目前为止录音时间是12点43分 涨204点左右 那刚刚盘动最多是涨227 那其实这个要臭屁一下 一点都不意外 你真是神预测啊 因为其实今天的晚上凌晨2点 美国联总会会有一个最新的利率的一个决策 那我昨天我怎么讲 我说这一次美国营养会倒闭 是因为联总会自己做的逆 造的逆 因为他升息升的太猛 对 所以这一次是只有倒三家 那都止血下来了 是 他再继续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后面可能要倒10家 20家30家 所以势必后面升息的部分 他可能必须要稍微做一点调整 比如说本来我可能 比如说升息的终极目标 从这边可能要再升1%或者1.5% 现在可能不得不打折扣 因为你通膨压下来 结果银行倒一堆的话 那不是事情更大条 所以我就预期就是说 这一次的升息 不管会不会暂停升息 或者升息只要不要超过一码 我认为都是利多 那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升超过一码 这几率太低太低 升一码 甚至我认为可能升不到一码几率都有 那暂停升息的几率是存在的 然后我昨天也说台积电的部分 在这一次银行的危机之下 完全都没有跌到 对 那前面我跟你讲说 月线一下都可以买 是 那今天呢一举就调控月线 所以你前面买在月线一下的 其实也没多久就一个月时间 这本来就不是很快的股票 赚钱 这本来就是让你来存的股票 那一个月之后你发现 你稳稳开始赚钱 中间还经过一个配息 对 其实就表示就是说 那月线一下确实都是一个买点 其实完全跟老师说的 你预言的就是完全的吻合 是 那我昨天就说 银行危机对它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害 废半也几乎快要创新高 而且今天确实已经创新高 对没错 然后废半这一上去就带动台电往上 所以我昨天说 废半看起来要往上 那连总会看起来要释出 比较正向对股市的利多 就是升的少或者是不升息 台积电呢没有跌 又占上了月线 代表它快要上去的 所以当这一些同时发生的时候 一旦把台电往上带的话 台股行情就为加速向上 所以昨天才在讲 今天就同时发生了嘛 对 所以我就说 一模模一样样 对 不得不臭屁 你昨天有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这个发工 开祭坛 做法了一下 所以今天就大涨了200点 那当然我们是没有买台积电 只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关心 所以我就针对我们 比较有经验专业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析说 巴菲特这个事情不用担心 以后他自然会后悔的 这个他的竞争力 不会因为巴菲特 卖股票就改变嘛 对 世界上目前就只有 他的三奈米可以用嘛 三星的你看 有没有人敢跟他买 是 就没有人要下单嘛 对 所以他是无可取代的 那当然这个就扯远了啦 所以我就说 那当联总会 如果升得少或者不升 对 加原指数 全球股市都会受到激励嘛 那涨势会更加积极 那今天看起来就已经 应验当中 没错 然后美股 对 美股这一次算是领头羊 是 所以这波最早涨的是AMD跟辉达 嗯 那它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AI的题材嘛 是 那AI的NVIDIA的 这个大会哦 礼拜一到礼拜四 会持续四天 美国时间算明天最后一天 是 那相关的IP股呢 前面就已经先涨了 所以这两天是高档整理 嗯 那反倒经营科 这一波比较落后的 今天早上是涨了6% 是 那今天表现最强 其实今天大部分都是小涨 那其实这也不奇怪 就是说它是一个轮动的架构 我就说今年三大主流嘛 AI电动车 能源股是三大主流 那还有很多次要主流 比如说泰伪系的部分等等会聊 那太多东西了 这是一个轮动架构 所以IP股先涨上去 今天稍微休息两天 可能下个礼拜它又涨了 因为这个今年AI股 一定是贯穿一整年的主流 然后从IP股先涨之后呢 今天的server商机的相关组群都上来 比如说6629微影跟大家聊了大概三天嘛 对 前几天还在说快一千快一千快一千 今天最高来到一千零八十 直接破表给你看 直接就是说我就是千金股 不要跟我说我快要变千金 它今天就已经变千金股 今天证明给你看 而且股价是差一档涨停板 那为什么 因为AI需要庞大的算力 需要很多的晶片 晶片不是插在手上 不是插在额头上 它插在电脑上面 就是插在伺服器的主机里面 所以未来要有越来越多的伺服器 越来越多的所谓的资料中心 所以相关的商机会一路上来 那server里面呢不是只有晶片啦 它要处理器 所以我们前几天操作那个十全 不就亮灯涨停吗 对 它要软体比如说细微 就是做里面的BIOS 它有主机板 脖子815今天股价也大涨 它要有机壳银帮 今天股价就大涨 它要整个伺服器的系统 微影就是做整个伺服器的系统 所以今天这些股票都很强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不用去追啦 因为反倒是整理中和IP股 其实我认为有机会 比如说威胜 这个股价也已经整理了十天了 2388的威胜 对那在整理的过程 其实沿着五日线再做一个整理 其实这是相当强势的整理 是 你不用去追今天大涨的 微影细微博智银帮等等 反倒整理两三天三四天 而且威胜已经整理十天了 或者经济科也整理了 大概两个礼拜了 这些买我认为都不会吃亏 反倒是来关注这一类的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 趁着拉回的时候 告诉你说什么股票是可以买的 是 那另外电动车部分AMD NVIDIA大涨是所谓的AI族群 那昨天美股最强的股票 AMD知道是什么吗 特斯拉大涨 对所以你发现美股也在轮动 AI的先喷之后 特斯拉又开始 电动车变成直升机这样子冲上去 是 那表示就说电动车族群市场 又开始高度的关注 当然也不意外 就是说去年特斯拉 第四季交付的40万辆的车子 是创的新高 我记得去年全年 特斯拉好像是交了130万台吧 那第四季就交了40万台 446 如果说每一季都40万台 那一年就160吗 那如果今年第四季 又比去年第四季更高的话 那今年又成长很多 而且BRD在过去这一季 好像成长速度 还比特斯拉来的更快 实际代表就是说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成长速度 越来越快 加速普及 有点像是快要到了甜蜜点 是 当然最主要还是在于 特斯拉就给人家 毛起来降价 所以这一招真的很狠 逼得大陆一堆什么 未来汽车理想汽车跟着降价 但是呢 如果没有领政府的补助的话 其实他们都亏 好几百亿的人民币 所以特斯拉是大赚 然后那些公司是大亏 但是因为价格降下去之后 这普及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未来可能 在未来十年 我认为可能搞不好 家家户屋都有可能会考虑要买电动车 那当电动车越来越普及 电动车需求就直接上升 我想就是说 你要有车 你要给人家加油 对 你要有电动车 你要给人家充电 家里不能充 外面就要可以充 所以这个是一个必然的 所以这个需求会持续往上 所以我们就说2482的联宇 它是做电动装的支付系统 那这一块 它的这个占有率是最高的 那今天股价呢 又来到65.5元 那这个是右创博转新高 那昨天它是涨停板 今天右创新高 然后在上个礼拜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说我就说 相关的电动车的股票 比如说有华府 比较中 对 华府 比如说有金雀 对 3162金雀 6235的华府 是 还有2457的肺虹 对 它是真的就是说电动装 嗯 那在三天之前 连宇的价格还是比 他们这三家公司都来得更低 是 但是我就说 这相当的不合理 因为华府呢 昨天最高涨到77块多 对 今天找完高点还有74块8 嗯 去年赚1.83 是 连两块钱都不到 嗯 但股价已经涨到77块了 是 但连宇去年赚2.98 你就记大概3块钱 是 所以 探3块的50块 你探2块不到的 你给我涨到77块 对 如果你也合理的话 那就表示我低估嘛 嗯 那同样的精确 今天早上最高 也来到64块3的新高 是 去年是亏损1.86 它反而是亏损 还亏哦 嗯 今年我认为乐观一点 可能赚个2.3块 嗯 那 股价也涨到64块去了 是 那2457是做电动装的 去年赚多少 赚0.19 哦 不到1块钱 对 那今年我认为乐观 也就是2块钱 对 那昨天最高来到 接近65 64块8 是 所以说 在昨天之前 连宇都是股价最低嘛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不合理 它就是一定会 开始做调整 是 那如果这些获利差很多的本益比都可以到二三十倍甚至更多 对 亏损的那股价六几块那本益比就没得算嘛 嗯 那大赚去年赚3块今年至少四五块钱的这个连宇呢 当然空间就很大 它反而连宇是获利第一名的 对 获利第一名 股价最低 那 我都要买 我当然买 是 获利最高的 股价最低的 空间反而最大 对 我就可以赚比较多 对而不是去追获利低的 但是股价好像很喷的 那万一它反转的时候 是 那你不会知道它要修正到什么位置去 对 所以我才会说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鸣股 就是你要有很好的数字 是 那基本上数字好就是你股价的好像就是一个保险 你遇到所谓的银行的这种什么风暴 也不到风暴 就是银行的一些银行界的利空 是 股市一下子跌个大概五六百点下来 但是如果说你的股价有很好的获利基础的话 你就不会怕 对 因为反正风暴过去之后它就会再反应回去 是 所以重点还是基本面 大家要很重视这些基本面的一个部分 好 那连宇的部分呢 明年大概可以赚到七到八块钱 那市场给予的本益比都二三十倍了 嗯 不要说到明年今年四五块 如果二三十倍的话 其实股价现在六十几块钱 看起来还是低估嘛 嗯 所以我就说这种就是一个趋势 我说哥买的是趋势 对 为什么我们两个礼拜前买四十九 是 上礼拜一还跌停板 对 四十九点九五元的跌停板价位 对 那天我说如果你知道那天 勇于进场去买进 是 现在也就三成 那天我们在节目中还公开跟大家讲 对 国民股号告诉你哦 越跌越美丽哦 低阶的时候是什么时间点 对 所以那天跌停板附近五十块买到今天六十五块 是 刚好三成 嗯 刚好三成 所以要赚三成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那么难 是 而三个三成获利就是一倍 嗯 一点三成一点三成一点三是二点一九嘛 嗯 一百万赚三十三成就变成两百一九万嘛 是 你一档股票要赚一倍多困难啊 但是三个三成其实就是一倍 对 所以相对来说这样子是很容易可以倍速获利的一个合理的方式 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 是 好那刚提到AI股跟电车嘛 那再来就是能源股 嗯 主要还是在于台电哦 嗯 四月份要涨价11% 是 那很多人在抱怨说啊 生意都做不下去 你还要再涨价 现在万物起涨 对啊 然后政府又说只有九一几%人不受影响 只有多少%受到影响 见鬼了 那这些厂商只要涨价的话 东西物价全部都涨 没有人是可以幸免于乱 大家都是受到影响的 对 所以政府的话真的听听就好 但是但是我们不要当成只会抱怨的鲁舌 是我们要积极起来 对我们要积极的去想说 啊如果台电涨价 有没有什么产业族群他受惠 对 我们去买他的股票 是 那从中给他大赚一笔 对 这就是投资最聪明的地方 然后赚到的钱付个十年电费都有剩 都没有问题 这个才叫做聪明的人 是 那有没有 当然有嘛 因为比如说中钢涨盘价 对 中下游不会因为跟他拿货涨价 反而有损失 不是是大家会跟着涨 对 所以他的获利都会上修 股价都会大涨 所以同样的台电一涨价 他中下游的所有的供应链 供应商全部都会跟着涨 是 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思考模式 好 那3207的要顺呢 跟连宇一样的走势 去年赚4.32 今年估计赚8块 对 那今年估计要成长大概6成 最主要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到 因为他的绿能跟除能比重超过了4成 所以其实他就是犯能源股的衍生 所以只要台电涨价能源股都往上的话 他也会跟着涨 那其他的比重还有包含server跟电动车部分 都是当下成长最强劲的产业 那市场普遍都是230倍本益比 上一波钥匙我们是买55卖在83 然后卖掉之后呢 他在高档横满整理也是大概两个礼拜了 那也有没有跌 没有跌啊 还在50线之上 这都是最强势的走势 是 那我从技术面看起来 我认为这已经要整理的末端了 因为在50线之上 其实补个量应该就过高 过高可能就要加速 所以是现在这个阶段是整理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上次大赚五成 是 然后呢 卖出来之后我们先去玩玩别的 先去赚别的 那中间做了很多 有什么先进光的那些操作 对 那现在我认为可以是时候买回来 好 那因为目前本益比就10倍 今天要赚8块 是 8块的公司本益比就10倍 相关的电动车的绿能的族群的本益比 都是刚刚提到嘛 就二三十倍 是 他只有10倍 10倍到20倍是100%的空间 对 10倍到30倍是200%的空间 所以这个叫做趋势 是 那在趋势之下做操作 你不用一定设定要赚那么多 中间截取三成三成的话 哇那就不得了了 对 多赚个几次 那就是一倍的获利 所以我认为药肾这边已经是叙事待发 这边也是我们就公开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好可以来关注3207的药肾 那另外呢我们同时买进的联宇之后 我们布局两档联宇第二 都是两档我认为从三月底放眼四月份 应该会非常强势的全新的精品的标果 其中一档是能源谷昨天有提到 是八叉叉叉 对八叉叉叉 那他有三个利多 一个就是说发电的原料叠价 是 所以说他成本降低 毛利率就往上 他又接到财电的新的案子 所以他的业绩就成长 那电费上涨 是 他的发电的价格 他的售价跟着往上 所以呢 他的毛利率引售都会往上 所以三大利多 那所以说他今年获利会上修相当多 去年赚大概1块5次 是 而且他就配多少 1.05的现金加0.7元 0.7元的股票 是 超级大方 所以赚1.54只有配1.75 对1.75 所以你说大不大方 配的比赚的还多 超大方 超大方 对 今年估计可以赚大概三块半 从一块半到三块半 所以是超过一倍的成长 那股价大概40来块钱 市场给予能源股 大概有二三十倍 比你看华城中心店都二三十倍 是 所以呢 四十几块如果说赚三块半的话 那股价可能有七十几到一百块的一个空间 那空间超过 空间就超过60%以上 所以我就说空间大股票 相对来说要从中间截取一段 六成三成的获利 那当然相对就容易 所以这个是连与第二的其中一档 潜力股来了 那还有第二档 股价更低 20来块 大家人人都可以买的 对那真的可以轻松买 是Type-C的题材 因为Apple呢 要全面采用Type-C 今年欧美系的订单预期都有一个大成长 而且基础获利不错 去年本来就赚一块九 股价20出头本来就不贵 对 今年保守估计可以到大概两块半 那市场这一组 当然本一笔可能不会抓到像绿能那种二三十倍 大概抓到十五倍十八倍的话 股价都有大概有超过五六成的空间 同样的空间都远远超过三成 而且重点是一个只有四十几块 一个只有二几块 资金大小其实你都 对都可以自由的弹性的运用 对就是你都很容易可以买 帮大家挑的都是在基础获利上 都有很好的素质的股票 因为郑老师就是坚持只买精品股 而且真的都是精品中精品 他真的要花时间去精算 对所以其实只要有素质的股票 他股价支撑本来就强 那如果说市场的题材又流行到他 法人关注市场讨论 比如说台电又涨电费 四月份主流怎么会少得了能源 Apple要推出新产品都要用Type-C 市场主流怎么会少得了Type-C 所以只要你能掌握数字掌握题材 还掌握趋势 对掌握趋势 然后量价如果说筹码你都有研究的话 那当然就不难从中间一段一段的 去赚这种三成的获利 那以上这两档都是连语第二 哇那就是真的潜力库 对我也愿意跟大家分享 因为四月份的绩效 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布起来 从现在真的就要开始动起来 如果说你真的对我的选股蛮有信心 想要买我们选的这种好标的的话 今日来电或者在我们的LINE上面留下你的LINEID 好那这两档连语第二两档给你选一档 两档可以选一档 对 谢谢老师 接下来动作就是打电话咯 电话就在广告中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瑞宗郑老师 谢谢米达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 跟着聪明人就可以聪明投资 郑瑞宗郑老师坚持只买精品股 而这些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不要再花时间苦苦去研究每一档的股票 直接就交给郑瑞宗郑老师 股市达人郑瑞宗郑老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两档 8XXX3XX你都可以来自由进场 今天只要来电的两档给你选一档 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022362-8000 022362-8000 或是在郑老师的LINE 留下你的ID让我们的服务人员找得到你 两档让你选一档 直接体验精品股赚大波段 郑老师的LINEID Stockmaster 找不到也可以直接拨这支专线 022362-8000 022362-8000 电话拨通先来索取金品股这两档 让你二选一 把握好最好的进场时机点 就是现在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